看着这个小女孩赵于乐 躺在血泊当中的相片 个个的侧忍之心 纷纷高涨起身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 说到 杀人现场 确实没有不见到财物 孙伟说 也不是绝对的 现场堪查 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地方被人抄过 而且也没有什么地方 是黑有血迹的 看起身是没有抄过钱财的动作 但是赵辉就一直说 他们家床头柜有个铁盒 铁盒里面长期摆放着三四万元 作为平时的机动资金 我们后来有去床头柜那里看了一下 铁盒是有的 但是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只不过 这种酒鬼 说的说话到底哪句真哪句假 没人知道 就在审讯室里面 他整个人都猛成成的 整天吹嘘说自己收入有多高有多高 年薪几十万 我灵光一闪 微微一小 似乎看到了多少曙光 我说 那个赵辉是不是受了伤 孙伟铁盒头 他换过这些相话 你们看一下 他就是左边肩膀中一刀 其他地方都没有伤 黄结局长说 如果是贼喊捉贼的话 自己也可以形成这个位置的伤 大宝铁盒头 那我确实这个位置 自己也可以压伤自己 我说 但是 也可以是人家整成的 凡是自己可以形成的损伤 人家都可以做到 谁说的 大宝居然跟我唱起对台 自己咬自己的舌 形成的是爱向缘乎的损伤 人家咬你的舌 形成的是爱向缘乎的损伤 不用你试试 人家怎么咬你的舌 可以形成爱向缘乎的损伤 所以 自己咬你的舌 绝对是独一无二 人家形成不了 我看这些大宝铁盒 真的挺有道理 眼看着咬他不过 于是果断地插开话题 这宝案疑点很多 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复陷现场 复检尸体 才会有进展 家事的侦查工作 我觉得 都是要以赵飞一家三口 平时接触的人 作为调查的重点 陈思雨已经等不及了 那我们快点快出发吧 案发现场小区 是个20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小区 所以比起想象当中 要残救不少 死者两夫妻份工都不错 收入亦都不低 所以 住在这样的小区里面 都算是几张就下的了 现场三楼被警戒带封闭住 门上边还贴了封条 负责看现场的派出所文警 帮我们打开房门 房门一开 一阵血腥味就撲面而来 幸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挺气味之下工作 所以又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不舒服 经过了24个小时 地面的血迹已经凝结成快了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当时有多么惨烈 尸体所在的位置 被行检员用粉笔勾画了出来 现场搭了一座 由勘查搭板所组成的小桥 我们穿戴好勘查装备 顺着勘查搭板 去到了中心现场 走了个框 确实在这一艇被这么大面积的血迹覆盖着的地面上 是不可能找到有利的物证 我们看到中心现场各个重点的位置 都已经被行检员扫黑了 这么说明 他们也都已经注意到 每一片犯罪分子可能会碰得到的地方 只不过按照他们的说法 一不是就再看不够好 一不是就被污染了 总之整个现场 没有提取到任何 可以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勘查搭板 一路延伸到主人房 门口就去到了尽头 根据现场勘查 并没有依据证实犯罪分子和被害人 在案发当时 入过主人房 但是按照赵辉的说法 他是不见了床头柜里边的三四万元 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鞋套 确认没什么问题 于是就跟林涛一起走到入主人房 我们边走边拉开 柜桶啊柜门啊之类的进行检查 而检查的重点 就是死者的床头柜 拉开床头柜 里边的东西摆放到整整齐齐 果然啊柜桶里边 收埋着一个铁皮的小盒 奇貌不扬 只不过 就正正是这一顶 看起上来一点都不起眼的盒仔 才是最适合拿来装银纸的了 我们打开了个铁皮盒仔 见里边有些存折啊 首饰之旅的东西 就不像被人洗劫过 但是确实里面连一个崩都没有 行检员出身的张成功所长就说 铁皮盒我们也都看过的了 除了死者的指纹 就没有发现其他人的指纹 我瞄一瞄头 顺手找了找床头柜里边的杂物 杂物里边有只避孕套的包装袋 我拿起这只避孕套看都看 是一只石纸包装的避孕套来的 这个应该是有两只避孕套在里面 包装连在一起 用的时候可以撕开 但是 家屎还剩下一只 另外那边保留着被撕走的 那一只避孕套的一小部分石纸 很明显 这个是被撕走的时候 没有顺着分割线分离 而从石纸袋的另外一边断裂的 残留在小部分的石纸边缸 在原先的包装上边 我拿起身纹了纹 又用手套黑了黑 残留在石纸里边的 还有不少润滑油的 我将避孕套递给林涛说 上边有没有指纹啊 林涛打起侧光 反反复复地将避孕套看完一次又一次 然后确认说 肯定是没有指纹的 我说 空手有可能戴出手套 林涛仿然大 我说 你说得对对对 我说 意义不大 现场看得差不多了 我们去四周围看看环境吧 走出现场大门 派出所文警 立刻把大门锁好 然后重新封上 陈思雨和大宝顺着楼梯 一路走到去按发楼房四周围 进行了简单的外围搜索 而我和林涛就顺着楼梯 一路上顶层 见顶层并没有可以通往楼顶的途径 于是又是顺着楼梯走回来 走到去四楼和三楼之间楼梯平台那时 我们发现 这个阔律的平台一边摆放着一辆很残旧的单车 这个单车已经几年没移动过 车态都已经烂了 与地面上边的灰尘融为一体 整辆车被厚踏踏的灰尘和蜘蛛网盖住 我蹦在单车的旁边 很仔细地看着这辆单车 指着单车的坐垫问林涛话 你看下 这个坐垫的旁边有什么问题 林涛梦起对眼看一看 他说 有一个很新鲜的嗨过的痕迹 但是没有鉴别的价值 够了 我们去解剖室 这个时候的我虽然不能够说空有成足 但是对本案的定性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 我充满信心 又充满期待地叫大家 驾车出发 前往清香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检验室 尸体从兵柜被人重新拖翻出来 分别摆放在清香市公安局法医学解剖室里面那两张解剖台上 两具尸体因为失圈 所以家史显得格外这么苍白 两名死者的死因和损伤都不复杂 在诗表上就已经可以看得真真切切 而且第一次解剖的时候 照片和录像都做得很仔细 所以我们没必要重新打开死者的胸幅 到底解剖小孩的尸体是一件令人震撼人心 也很摧毁人心智的事 我走到于盟軒的尸体旁边 很仔细地看着他颈部的伤口 虽然伤口旁边有细纹 但是致命的一刀是又狠又准 直接深入颈椎一刀斃命 而于盟軒的胸口几个威逼箱 就当堂令我想起几年前那宗灭门惨案 在那宗案件当中 正是这样的损伤 令我们明确了侦查方向 从而破案 这个时候 眼前这几个小的伤口 几乎和那宗案件的威逼箱 是一模一样 我个心就更加之有底了 于是 我走到他照于乐师体的旁边 他那张好得气的面珠仔上边 家使已经没了血色 两边眼键很可怜地跌下来 身上有十几个刀口 这个时候仍然在向外滲血 我心情沉重地 用沙布抹去流出来的血迹 仔细地观察着创口 十八个伤口 有些在胸口前边 有些在腹部 有些在背部 这个凶手 是多么残忍 能够对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落这样的狠手 我似乎可以见得到 小女孩遭受到刺激的时候 她整个人点泥点许 和那个凶手 那种凶神恶杀的眼神 我根程序地 看一看赵于乐的嘴唇 突然发现 他牙齿之间 似乎有一丝血迹 不过这样也是正常 他流了这么多血 污染到口汗 也是很常见的事 而且 如果把刀 刺穿了肺脏 咳血也是正常 只但是 就在你电光火射的一念之间 我试着 用手去熬了熬 这个小女孩棚牙 咦 似乎有点松动 我马上紧张起身 逐只逐只牙 去检查了赵于乐 所有的牙齿 我大叫道 这个小女孩 牙齿有松动 你们昨天晚上 上司警的时候 没有发现吗 孙伟说 昨天晚上司警的时候 彭牙因为司姜的作用 没有办法检查 死者是失血导致死亡 司姜缓解可能会提前 家使看来 他的下颗司姜 已经开始缓解 所以 可以感受到牙齿的松动情况 我说 所以 腹检司体是很有必要的 双牙裂 从左三到右三 全部二度松动 下牙裂 中切牙 側切牙 全部都有松动